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全链路UI UE设计师课程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网页设计之网页导航设计的方法 我们知道在网页设计当中都有导航 而且导航是网页构成部分中很重要的一个栏目 所以今天带领大家共同设计一个导航样式 该页面设计的产品背景为化妆品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导航栏目的内容 我们在设计之前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导航栏目的分布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发现该导航一共分成两个级别 分别为主导航,也叫做一级导航,还有二级导航 所以我们要将两级导航做成不同的样式 我们可以看一些参考案例 例如我们现在看到当前这个行业就是化妆品的一个页面的首页 那我们看到顶端有一个蓝色的导航呈现给大家 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页面也是相同化妆品行业的 会看到页面当中顶部黑色条的部分 也是我们称之为导航的一个样式 所以我们在做设计之前需要去给设计的样式去做一个风格的定位 那接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页面 就是我们最终要做出来的一个关于化妆品首页的一个效果 今天带领大家一起来去把顶部的导航来进行实现 首先我们在电脑当中去打开PS这款软件 接下来需要去做一个新建画布 Ctrl加N新建画布 我们可以把当前的画布的尺寸设定为1920乘以800的尺寸 分辨率设置为72像素 颜色模式为RGB 点击创建 好 因为当前我们设置的这个宽度是1920 如果说我们要把网页设计成一个宽屏的效果 那我需要去把中间的位置去定成一个宽度为1200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在这个范围当中去添加我们想要看到的内容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利用选区工具 把选区工具去固定一个大小 高度可以自定义一个数值 宽度的话我们把它定成1200像素这样的一个尺寸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单击画布空白的区域 出现我们刚刚定义好的这个像素的范围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去新建一个图层 三件加N新建一个图层 新建好图层之后我们来对这个区域来进行添充 我们可以将该区域填充为一个前景色 得到这个前景色之后呢 我们把当前的这个图层跟背景层同时选中 中间对齐这样的话我们得到1200像素的这个范围 是在1920的这个范围内去集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接下来我们可以利用途徒线来去把左右两边的线条来进行对齐 好对齐好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把空白的这个图层啊来进行删除 就刚刚填充好前景色的这个图层来进行删除 这样的话我们得到左右两边的辅助线 接下来所有的内容就可以填充到在这个辅助线的范围当中 那左右两边还剩下一部分的区域 这部分的区域的话我们是先通一些组织的 比如说背景色或者是设计颜色等等这样的内容 好现在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后呢 我们经常通过观察会发现一般情况下 网站的左上角都会有一个logo 在这里边那现在有给大家去提供好这个素材啊 我们现在直接把叫logo的这个图片拖拽到PS当中就可以了 那我们可以把logo在PS当中来打开 打开之后我现在就可以直接把logo给它拖拽到左上角的这个位置 一般情况下的话logo都会在左上角的这个位置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去把导航主导航的这个样式来去做一下设计 我们可以把文案直接全部选中之后啊 Ctrl加C复制 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在PS当中去选中文字工具 然后我们可以拖拽这个文字工具 框选出一部分的范围啊 那直接Ctrl加V Ctrl加V我们把刚刚的文案给它复制进来 那为了能够让大家看到看到这个导航的内容 我们可以把文案的颜色给它改成呃纯黑色啊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画布当中直接能够看到导航的一级导航以及二级导航的全部内容 我们得到这个内容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想要的是呃一级导航 想要的是一级导航 那所以说现在我们可以把二级导航的栏目都一一把它进行删除 把二级导航 把二级导航删掉 删掉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把一级导航来进行一个横向的排布 比如说我现在呃把首页跟关于我们之间去留了一个间距 那我接下来可以把关于我们以及下一个全线产品之间的间距去留成跟前边的间距是相同的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让它每一个导航之间的间距是一样的能够达到一个视觉的平衡 那我们可以接下来再把这部分的间距再来进行复制 把它粘贴到全线产品的文案的后方 接着我们再把最新动态给它挪到第一行上边来 好 同样的步骤我们可以把美丽分享也是再提到第一行 把最新动态与美丽分享之间的间距去调整成跟前面同一的一个间距 同样的操作我们可以把后方的这个导航都是给它挪到第一排的这个位置上来 好 现在我们这样做完设计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最终的样式是除了有文字以外 还有一个纯色块 纯色块来去衬托一级导航的一个样式 那所以说我们接下来需要去设计一个纯色块的一个样式 我们可以利用形状工具 形状工具的话 它可以做到我在放大缩小的时候都不会出现失真的效果 那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后期便于去修改和调整它 那现在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个圆角矩形工具 好 选择好之后我在画布上来进行单击 我就可以给圆角矩形的尺寸去设置一个固定的一个数值 比如说现在宽度 我想把导航的宽度设定为700像素 然后高度的话 我把它定义成48像素 48像素 接着半径的话 我要把它做成一个最大值 这里边最大值的话 大家可以在宽度与高度之间去选择一个最小的数值 在这里边相对来说比较小的数值是高度 在高度的基础上除以2就得到的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半径 那我们通过计算会发现它的半径 我们最大可以给它定义成是24 也就是说是48的二分之一 那得到这个半径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可以点击确定 得到的就是一个导航带有圆角矩形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样式 好 得到这个背景样式了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去定义一个颜色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可以去选择一个跟我们模仿的对象相同的一个颜色 在这里边大家可以去记一下它的色值是5676A2 那得到这个颜色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去做成一个半透明的处理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像在我们模仿的这个页面当中 它也是有一个半透明的效果 这个半透明我们可以现在先暂时把它定义成50% 在这个半透明的基础上 我们如果说想要给它去提高一下它本身的透明程度的话 可以再把这个数值再来进行降低 不透明度降低 那如果说想要提高的话 那我可以直接在50%的基础上再去给它来进行增加 这个根据我们实际看到的效果来定 好 那我们现在得到这样的一个矩形条来作为导航的背景色块 可以把它去放置到1200范围内的右对齐这样的一个位置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前面我们设计好的文字的样式给它放到导航当中来 让它去做一个中间对齐 垂直中间对齐 好 我们看一下 把文字啊 这个范围的话 给它提到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范围是相同的 相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好 再把它向上提 那我们看到现在的文字的范围跟我们实际打出来字的这个范围是相同的 好 现在我们给它去调整到垂直中间对齐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文字的颜色我们也可以对它来进行一些调整啊 现在是黑色的 那我们可以根据看到的这个效果把它去调整成一个白色的样式啊 白色的样式 好 那我们继续啊 接着我们需要去设计一下二级导航的样式 像这个二级导航的样式的话 它也是借助一个圆角举行 在圆角举行的基础上去把二级导航来给它排列出来 大家要注意在做二级导航的时候 大家需要知道一点 二级导航出现的方式是当我点击一级导航或者说鼠标悬浮到某个一级导航的这个样式上来的时候才会出现二级导航 所以说二级导航我们只做一个样式就可以了不用把全部的都做出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做的是关于我们下边的二级导航 那你可以把关于我们的二级导航的文案首先来进行复制 复制好之后我们还是在PS当中去把它粘贴进来 为了大家能够看到它还是在第一步的时候我们先把它的颜色给它改成黑色 好那既然我们要做的是关于我们的二级导航 我要做的样式还是跟刚才一样要用一个圆角举行来去作为背景层 那所以说现在我们还是利用形状工具 在形状工具的基础上去给它设定一个宽高的尺寸 比如说现在宽度我把导航的尺寸定成400 高度的话我们定成30像素 像半径的话我们在这里还需要对它来进行调整 前面有给大家说到如果说每一个角的半径都要去加的话 加到一个最大值让它形成一个圆的角的话 那我们需要去把它定成以宽度高度最小的那个尺寸的二分之一 就是我们得到的它最大的一个半径 好那我们现在通过计算的话 大家知道它实际上就是15像素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点击确定 好那现在我们做好这个导航样式 可以先把它放置到关于我们的下方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代表我们点击关于我们的时候 弹出底部导航来呈现出二级的文案啊 那我们可以把文案拿到背景层上边来 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底部的背景层再来做一下颜色的调整 在这里边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粉红颜色的一个色值 那大家也可以记一下FF99BD 这样的一个粉红色啊 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 好改好了之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还是可以给它加一个半透明颜色的一个处理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式的话 它实际上是一级导航有一个半透明的效果 二级导航的话它是一个透明度为百分之百的颜色 那所以说根据我们实际看到的情况的话 也可以把它调整成不透明度为100的这样的一个样式 好在有了这个样式以后我们再去调整一下细节啊 让它的文字也形成一个统一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这个文案都是白颜色的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把底部的导航也给它改成色值为纯白色 这样的一个样式啊 好那我们现在得到这个底部导航了之后呢 我们想要体现的是该导航是当我点击关于我们的时候弹出来的 那所以说现在左右两边的圆角我需要对它做一个与上方导航来进行一个衔接 那我们可以利用设置 利用这个设置工具啊 就是我们前面有设定的这个角的话都为15像素 如果说我们现在想让它的每一个角的半径都是不同的 可以把中间的这个锁定啊 中间的这个连接的这个锁定的给它取消掉 取消掉之后我们就可以分别的去设定它的半径 比如说左上角和右上角我们把它设定为0 然后接下来底下左下角和右下角的话我们把它设定成15像素 这样的话我们看到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啊 我们由此会通过观察会发现实际上下方简介品牌故事大事迹等等都是由关于我们 当我点击关于我们的时候弹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样式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去进行 我接着如果说当我点击关于我们的时候 还想让关于我们来去做一点点变化 那我们可以在它的上方再去加一个矩形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矩形的宽度去设定为80 高度我们可以定成是30像素 30像素半径的话还都是为15 那有了这样的半径之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半径去跟关于我们的这个文案来做一个中间对齐 来做一个中间对齐 我们得到这个效果了之后 我们可以把矩形小的圆角矩形跟大的圆角矩形 来做一下合层啊 Kindle加E去来进行合层 合层好了之后它会以上方的不通明度啊 来进行一个呃 叫对那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回到它之前的这个不通明度的话 可以再把不通明度给它调整成为70%啊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给大家去呃 举的一个案例啊通过这个案例设计的话 我会发现这个该导航的样式由默认状态啊转换成一个可点击 鼠标悬浮上去之后的一个样式 这就是我们最终要设计出来的一个效果啊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关于导航设计的一个基础的样式 好谢谢大家